好 今天是2022年10月26 那我們今天想要規劃一下就是 富時中國H50的交易策略 那首先 老樣子 我們先看一下近期的趨勢 那我們可以發現這段期間 從6月中6月底 一直到現在 這4個月要5個月的時間 他不斷的一直在破底 那 每破底一次呢 我們就把高點連起來劃出所謂的下降趨勢線 那我們可以發現他的下跌速度其實是 越來越快的 那 他隨著這個下跌的過程中 他每次反彈都沒有碰到這個下降趨勢線 那這表示他的血率越來越低 然後也表示說他每次的反彈都沒有達到類似的 的高度 所以他一直維持下跌的慣性 那當然啦 一直維持下跌的慣性我們的切入機會就有兩個 一個是他再次靠近這個 就是 下降的趨勢線的時候 那可能就會有這個 落空的機會 那反過來如果他碰觸到這個下降趨勢線就表示他下跌速度 已經沒有原本這麼快了 那可能呢 就會有做多的機會出現 好那我的習慣是這樣子 隨著他下跌的過程中 那我們把這個 比較重要的頸線劃出來 比較重要的頸線劃出來 然後呢 畫出對應的 就是壓力位置 那像我的習慣像這邊有一個缺口嘛對不對 所以我就把這個缺口這裡 畫起來 那他大概 這段距離是50點左右 也符合我們平常要設定的停順 好那為了方便區隔 然後多畫一個這個 深色的區塊 讓大家來關注 好那我把它弄成 綠色的 當作是壓力 當作是壓力 那所以呢只要打到這個壓力區域 就會是一個適者操作 適合操作轉折空單的地方 那同樣的水平線也是一樣 這個高低點的位置 把它畫起來 這裡 然後跟 上面這邊 那 我的習慣就是因為在這個地方 我不會做多 所以 我就把它畫成一般黃色的線 那 適合做空的地方 我就用綠色的線來表示 好那你可以看 這個的高低差呢 大概也是 60點 左右 好那也是 符合我們 平常做空的條件 好所以我們就畫出了兩個壓力區 好所以 呃今天如果反彈 然後反彈到這個位置的時候 然後如果呢 收了一個綠K 對我來說他就是一個 轉折空訓的位置 那他就會來回在這個地方呢 來做震盪 來做震盪 好那 呃更上方的規劃的話 我會畫在 這裡 因為這裡有一個蠻大的缺口 大家眼睛都看得到 然後跟這裡 然後呢我拉一個比較 適合的寬度 適合的寬度 那你會發現 他不管是怎麼反彈 反彈到這附近的時候 幾乎都會是以空訓為主 因為 大周期的空方訓號要扭轉 相對是比較困難的 那當然啦我們畫一些 呃 轉折線的位置 就是可能也是重要的 幾個關鍵點位 但是呢 呃 並沒有那麼多的壓力 或是這麼多的人參與 那這裡的話 我們去中間 這個其實我不太想畫 我們就不要畫吧 這個不要畫 然後還有 呃 好不過這個地方長得比較稠一點 所以我可能會希望畫在這裡 那我們就 擺一下 好然後最後最後 最低點的位置 好那因為 呃 H50啊這個商品 就是 交易量還沒有現在商品大 所以有時候一些比較極端的時候 你會看到他的K線 偶爾會有不連續的狀況 不過我們用小10K當作是區分 所以無傷大壓也沒什麼問題 好那都畫好了之後 那 現在的價格在中間 那當然簡單的幾個邏輯 一個就是 如果他今天真的拉高的時候 我們在這個地方操作轉折的空巡 我把它畫得清楚一點 跟跟大家分享 好 那同樣的如果今天有擊殺 過度怪力的時候 我就在這個地方 操作轉折的多單 操作轉折的多單 好那 這部分我都畫好了之後 我們看一下目前的指標 所以你可以發現 現在 如果是以 力差 他是偏空的 所以 反彈到壓力的時候 他還是綠色的時候 我只在這個地方操作轉折空單 如果擊殺在這裡震盪 我要等他轉紅色 才來做多 好 那同樣的這個 你有發現他下降的力道 就是下降力道已經越來越少 那如果有翻證 那我當然可以在這裡 去 操作突 就是突破之後 然後拉回的時候 再來做多 不然平常是以做空為主 那這裡就是非常低檔的位置 所以跌破我們不做空 要等他重新占傷的時候 再來做多 那簡單來說 就是 以技術分析的邏輯 會是這樣 那我們如果在叫除 就是比較大的這個 增壓圖的曲線 這個雲帶 我們也可以發現 如果當他反彈的時候 這裡剛好會是 雲帶的壓力區域 所以在這個地方 我們都積極的 尋找斷空點 只要收好固定停順 然後期待他破底 應該都會有 不錯的表現 好啦 那我們先分享到這裡 希望這周大家交易順利囉 掰掰